今天来学习关于二位数加一位数有进位步骤的加法比算顺序 比算的话要先把各个位数纵向排列在一起 因为四和九是个位数,请像这样子纵向排列在一起 接下来用尺子划一条像这样子的横线 计算的话要先从个位数开始 四加九等于十三 把进了一位的数写在十位数的上方 一加五等于六 最后在上面的算式后面写上答案 这样比算的计算就完成了 那么现在来试着做下练习 按下暂停按键并开始写题 写完之后请按下播放按钮并打圈 那么现在来核对下正确答案 第一题 三十六加七 不要忘记进位步骤并计算正确了吗 正确答案是四十三 第二题 七十二加九 用和第一题相同的方式来解题 正确答案是八十一 两道题都答对了吗 最后的课后分析 比算要先把各个位数纵向排列在一起 用寸子划一条像这样子的横线 计算要先从各位数开始 把进来一个位的数写在十位数的上方 十位数的计算 记录答案 8 8 9 9 9 10